好 那麼這個白狼今天出來開記者會 白狼說他這個事情不是搶教事件 這個是背心事件 因為他們去搶教的時候 還穿著中華統一促進長的背心 不過這個他們沒有受邀 同時他們也沒有拿那個主辦單位的卡片 來 我們來看歸西亞 大甲麻繞進經過一級戰區民生地下道 白羊張恩樂結甲引發大亂鬥 是今年最大規模的衝突 槍叫風波後張恩樂親上火線回應 他們暴力攻擊 一般我們醜化 因為我以前的街道都沒有這種規定 後來有一個協調我不進管制區 那我們是在外面不需要造車 三明路的街叫點 那實際的負責人 都不是張恩樂先生的幫眾 張恩樂質疑為何不能穿 黨陣背心接轎 警方則說 組黨接轎的捉音是 他們沒有申請 我接轎 旁邊有人穿了背心走 民進黨也有 國民黨也有 政黨背心 黨部背心跟環野有關係嗎 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所以彰化分局跟俠內 要接轎的團體以及宮廟 都有默契 避免過多的政治色彩 針對繞進防疫規定 警方也還原當天情況 張恩樂有出示疫苗3OK卡 但一旁黨員都沒有拿出來 三針的證明 在新港鄉的衛生所已經驗證了 人流比預期的少 只要有出示3OK卡 然後這個三明路接轎點的負責人 也同意給警方審核過 進入到管事區裡面接轎 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彰化警方強調要接轎 就要申請造冊 其餘一干鬧視民眾 甚至也沒有出示3OK卡 這樣的新聞稿中 強調無精無揍 就和嚴親標完成結轎儀式 都是自己人哪需要強調 但這種說法卻遭嚴親標否認 說從來沒有接到通知 慘遭打臉 而彰化地檢數 將在12號傍晚約談 請教一下慧珍 是 以前這個白狼 他們來這邊搶過叫嗎 好像沒有 我印象當中沒有 那為什麼今年要來呢 這就有趣的地方 而且他要來搶的一個情況之下 人家明明連我沒有要去鎮藍宮 我都知道他們這一次的遊戲規則 就是你一定要打完三季 然後而且你要每天去跟他們登記 他們有一個什麼OK卡 3K 3OK卡 就是你打完三季 每天要跟他們換 以後他們有一定的額度 你才可以參與這樣的一個盛世 連我在台北 我都知道了 那你竟然要去 就算你要去鬧事 你好歹也要遵守人家遊戲規則吧 因為人家硬是闖進去 要來製造勢端嗎 製造勢端 當然我們這種是用比較邪惡的一個想法 我到底有沒有人會這樣做 我們是存疑 可是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人家是辦所謂的宗教盛世 你要參與這樣的宗教盛世 可是你沒有造人家遊戲規則來 第二點你人家這種東西是要有一個前程之息 結果你給人家那個橫財入燥 再加上你到底有沒有打了第三季 現在疫情期間 人家為什麼要求為了3OK卡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因為還現在還算是疫情期間 而且這一陣子這幾天都是數百例數百例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正安工作某一種程度上 他也是希望在舉辦宗教盛世的同時 也可以在疫情這個部分有一個相關的控管 海浪的黨叫中華統一促進黨嘛 對不對 對 這樣的行為能促進統一嗎 當然是不行啊 而且我覺得 台灣人很歡迎嗎 沒有 我覺得他其實他也不在乎 因為他他可能也是某一種的剛剛的寵物 就是說可能也是後面也有人在 也是後面也有人要要他做這件事 那他可能也認為他做這件事情上是幫上面執行一些相關的任務 幫上面 幫上面的人執行一些相關的任務 而且我覺得他非常誇張一件事情 他竟然把整件事情導向成是說 因為我穿了這個衣服 所以你不讓我去 然後開始把他導向說 怎麼台灣現在連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都沒有 怎麼現在台灣連穿衣服 自己想要穿的衣服的自由都沒有 完全倒果為因 所以我覺得他的所作所為 應該是執行某一種任務 我覺得這個對於顏清彪來講是血煞加霜 因為袁寬衡在這次立委補選沒選上 然後大家一直在挖顏家的事情 包含鎮藍宮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董事長的位置 其實已經很多人在質疑了 那這個時候你看他這次 果然這次這個遶境 第一個臺中市市長盧修彥也沒有參加 然後他們到彰化 彰化縣縣長王會們也沒出現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藍營的政治人物都沒有參加 只有馬英九 最大卡馬英九 然後出師不立 一出去之後那個天燈掉下來 反正他們要換個天燈 那作為一個宣傳 就不祥之兆 然後詹安樂這個鬧事 你背後又有中國的勢力 是不是在背後支持 製造混亂 會讓這次的這個大甲媽的遶境 大家更加不願意參加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延青票這次辦這個活動 反而就大家看到 為什麼只有馬英九去呢 馬英九還是想要以這個地方 給蹭聲量嘛 對不對 他沒有舞台 這個有政治前途 有未來性的都不會想去 不是說民進黨 你說連國民黨都是如此 坦白講其實民進黨 那些黨政要有沒有去 那很正常 因為民進黨監督這個 延青票監督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理監事 包括他的那個董事長 位置都有那麼多問題 你這個時候還去 那不是等於為他背書 所以我要講 其實我在看這次的這個 大家都講說媽祖是慈悲為懷 這樣的繞進是大家歡迎 可是我覺得不要每次都把這個 大甲媽祖的繞進 變成一種自由搏擊賽 我認為這個東西不好 那第二個點 我覺得張安樂 我覺得也夠了 我坦白講 那在前面推舉 你看他咆哮那個警察 我坦白講 我覺得彰化那個警察 表現得很好 我就是執行我的勤務 我不背不亢 然後我用法律來跟你論 張安樂就以赴那種 我就是要壓你 我跟大家講 張安樂其實也夠了 我覺得 我相信 這個你想要表演的那些人 應該也都看到了 下去 那表演給誰看 真的是 表演給對岸 他從來不諱言說 這個 他就是統促黨 統一出進黨 他現在在台灣裡面 代表的那個政治的象徵跟圖騰 其實很清楚 但我是希望這些人 表演給阿公 他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是一般那種 一般如果說要推擠一下 表演一下 就推擠完就下去領500就好了 我不是說他是這樣 我是說 不需要弄到這個 大家那麼僵持 那我認為 統促黨今天這樣的一個表現 會讓整個大甲媽的遶境 真的會失焦 高歌嗨唱底下成員揮手 帶動氣氛 鏡頭掃到台上的投影大布幕 毫不避諱秀出五星旗 藉著敏感字眼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哪裡的 銀政黨部 率領銀政黨部的主委李嘉威 就是九號大甲媽軟教 經過民生地下道時 扯開嗓子吼叫帶頭衝的女子 誰不來跳 大姐頭般的氣勢 一群人助陣向她靠攏 她及丈夫兩人 和白狼張安樂頗有淵源 扛著軟教在管制區內的 是她的丈夫吳京虎 吳京虎是銀政黨部榮譽主委 也是竹聯邦地虎唐主 過去曾有多項前科 而李嘉威不只擔任銀政黨部主委 也是彰化現25屆記者公會理事 曾參選台中市第四選區立委 去年一行人就曾到彰化 民生地下道接架 進到管制區之後 就無法穿著有關政黨的背心 去年乖乖脫掉背心 今年不只沒造冊 還率眾硬要衝爆發幾名衝突 也因為白狼張安樂的介入 引發統促黨捲入 染紅宗教盛世疑餘 就是有背後 有紅色的勢力介入 這個是我們偵辦的一個重點 統促黨 用紅統的勢力 來到這裡請問答 來破壞我們中華的體安 從統促黨粉絲專業中 李嘉威半年影片 也秀出些許端倪 我在此祝大家五年輕大運 背景高掛筒促黨旗幟 連字幕都選用簡體字 以及黨員們之間的聚會 都不忘放上五星期 這也引發立委林楚音空極 繞進活動遭中共燃指媽 檢調與追查幕後黑手 黃英哥我補充一下 我認為這一次國民黨 縣市首長沒有去 主要還是防疫的因素 那因為馬英傑有前總統 他不是現任的官員嘛 不是現任的總統 他也不負責防疫工作 你反過來看 如果今天台中市長盧修燕去了 彰化現場 王慧美去了 那搞不好還被罵翻了 那個扯到說 是不是跟那個嚴家的選舉 我認為無關了 大家以後可以觀察 比如說明年假設疫情消退 比較消退了 那這些政治人物去不去 我相信這樣的活動 大家都會共襄盛舉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信仰自由尊重 但是這個中是人的中 你參與這個活動跟接駕 這是兩回事 你如果是要這個接駕 你這個接駕 你要先去定期 得到當事人就正能夠同意 人家就說 彪哥出來說沒有 剛才那個警察局長 我說沒有 你就不在名單內 所以算不可以來亂 所以我也反對 我覺得這個尤其 坦白講又穿那個背心 把政黨色彩又攔進去 我覺得這對馬祖不尊重 馬祖是慈悲為懷的 結果還導致最後有暴力的活動 這個完全跟這個宗教 這個活動的意志 完全背道而馳 請教宇川雄 你覺得元清標 現在今年辦這個活動 那個號召力有失禮嗎 我用這張圖給各位解釋 媽祖要出巡 政治人物都會去 但是大家都會巧妙地去 因為王不見王 所以差不多對東江的活動 就有人會去參拜 譬如說像這個朱立倫 二零一九年 他就是去拜拜而已 那小英 小英在二零一九年去做什麼 他是去去那個那個神壇上 把媽祖請下來 請在香氣裡面 他就做這個動作 所以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會選擇 他最適合的時間點出現 那這一次問題是這一次 對這個頂管把媽祖請下來 臺中市派出來的是副市長 市政府不是沒派人 他們是派副市長 那很特別的是盧秀燕 當天早上九點 以巡視防疫為由 先去真人公 所以他做事情 就跟二零一九年朱立倫去的 一樣就是說 我也來拜了 我不是不來 我會派我的副市長出來道更 不過這一些大家 媽祖信仰是這樣 大家拜都是好事情 張安樂這條 你知道這一次過民生地下道 警方圍了一百公尺的隔離 就是說那個轎出來的時候 左右一百公尺都沒有人 他才全部把他隔著 那張安樂是在一百公尺外 而且張安樂是怎樣 是顏清彪跟鄭明昆兩個人 都把轎從民生地下道扛上來 走了一段路之後 他才開始叫囂 所以他不是要去 他不是要讓顏清彪 鄭明昆牌看 他就是在那邊要做正常的能量釋放 正常的能量釋放 他為什麼特別穿藍色 因為裡面有一顆黃色的 那很難識別 所以他自己的團體要出現藍色 一般就是說這種像這種 大家如果要領便當 要領現金 要領分領便當 當然是自己同組的 才能領 你說要動完多少人 多少人 才能這麼好點 所以他們一定在服裝上 有些識別 張安樂在去年的一夜接受央視 中國央視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要在臺灣組織紅色隊伍 必要時掙錢起義 所以今天可能也在測試 如果要紅色隊伍掙錢起義 要怎麼比 顏清彪說不知道他要來接接 顏清彪沒有說錯 但是顏清彪一定知道張安樂要來 彰化警察局的分局 彰化分局的分局長 現場指揮官那個副分局長 他一定也早知道張安樂要來 不過那個警察這麼普通說 張安樂站在你的臉上 你才知道要來 不可能 不好意思 我請教就是說 有現在政治人物 他看到中二補選 這樣結果 是不是有政治人物 開始跟顏清彪做切割 這個很明顯嘛 就是說照道理來說 就是說這種宗教盛事 每個人都要靠進去 各位知道這一次的這個起假 從早上下午到晚上 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民黨的 臺中市議員 嚴重議員就沒有 我們等一下看到楊昌英 楊昌英 那時候指揮官 他站在馬英九的頭上 逼來逼去 甚至那些粉紅社 國民黨議員都沒有參加 照道理來說 這是很好的博版面 國民黨現在也在台東 很多都要抽選 照道理都要站出來 那個兒子頭看 這一次國民黨的臺中市議員 包括想要選的新人 全部都沒有出現 所以我們標高已經比較疼了嗎 不是說比較疼的 可能去北條醫 就有一些後遺症 整個就不要插 反正市長也沒有插 所以大家都沒有插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你剛才說這個地方小 因為你剛才說朱立倫 就是和護昆綺 和陶芳就和邱毅勝 那邱毅勝你剛才說 他很強耶 想到邱毅勝不可以選 你們回去回顧 中二選區 中二選舉 還沒舉行之前 所有的媒體只要講到桃園 就是邱毅勝 邱毅勝 從去年開始 開始走可愛路線 開始臉書FB 也剛才跳來跳去 邱毅勝也年紀不少 但他就把自己搞得很年輕 雖然他抹那個西裝頭 看起來不年輕 結果中二選區一月九號選了 他都撞去 就要問 他本來是要選的 他本來要選 他準備很久都知道他要選 結果中二選區選了 問說 有人要問 問說 現在開始這樣 他說這個不可以選 這個像中二選區這樣檢驗 我們不可以選 因為邱毅勝的家族 在桃園這個地方 也是做偷地出身的 中尾區很多偷地 包括航空城 中路 現在A21 這幾個中尾區 可以檢驗的地方蠻多 蠻多 因為邱毅勝本身 要涉及獨博電源 你有沒有看到 這叫原青標的路徑 要扣啊 要扣 邱毅他可能也想說 整期我做我的議長 我當造王者 我不一定要去選市長 只要這個市長 叫我管理得很好 我做議長 我跟他做的事情 我也做得對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這個連線 民進黨台中市的市議員 施智昌 市議員你好 發生這個白狼事件之後 那你要怎麼觀察 炎金標家族的勢力 當然我想這個很清楚 其實大家知道 過去一二十年來 炎金標當董事長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其實鎮南宮 九天八夜的 我們大家媽的落盡 其實他到了每個縣市 都必須會有地方的頭人 甚至是角頭 想要來接 然後包括益川兄 剛剛講的是接叫的方式 或者是像白人這樣搶叫的方式 其實這就是一個 他在這個地方的一個 權力的象徵 現在大家媽媽是我在扶 這是一種宣示的效果 當然我想剛剛回歸到 我講到這個炎金標當董事長 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過去他是老大 他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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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能夠讓很多縣市的地方 角頭 都不敢造次 所以說 從這一次 我想特別要提出來的是 第一個部分是 今年的大甲貓的落盡 是過去往年的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竟然還發生 所謂的白人搶叫 甚至是有一些些許的衝突發生 這其實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你嚴董事長 過期你是黨的 過期你是黨的 但是經過我們中二選區的補選 包括你跟樓秀燕的爭議 包括你正南公董事長的爭議 其實就是震不住張安樂了 意思就是這樣 第二個我要特別點出來的是 這一次的這個遶境 其實中央已經發布了所謂的防疫指引 假設這個防疫指引是什麼 就是必須所有要參加遶境 要參拜 甚至是這個媽祖的團隊 都必須打滿三劑的疫苗 才能夠來參加 所以說假設如果沒有這個防疫 這個指揮中心的防疫指引的話 我想當天的這個狀況 不會是彰化分局 這個用人牆把兩隊人馬隔開 那也不是也不是所謂的 這樣的大家有零星的這些衝突 包括我們的警員有受傷而已 可能現場會更混亂 張先生對不起我打斷一下 所以本來說四月還是五月 正南公要改選 現在看起來還是嚴清標會當選董事長 我們目前的狀況所收到的訊息 其實正南公已經開始 從大概三月底開始在 向所有的信徒代表 請他們簽委託書 所以我們合理的判斷 當4月17號 落盡9天8夜 回到大甲正南公以後 馬上就會進行改選 所以也是他 還是他要當選董事長 當然 當然目前我要講的是 他要當董事長 恐怕這一次跟過去一樣 過去以往沒那麼容易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特別講一個重點 所有的這個宗教寺廟 包括你要信徒代表要投票 你必須廟方必須要公告 所有信徒代表的名單 就清楚我們要選舉 你必須要把這個選舉人 投票人的這個名單 你要先公佈 避免說有的人有爭議 或者是這個人 到底是不是信徒代表 所以他必須會公告 那過去當然可能這個 廟方也好 或是過去的公所 並沒有那麼的在乎或重視 所以說今年我想我們會很清楚 並且我要求市政府 到底你廟方所公佈的信徒代表 總共依照捐助章程的話 是116位 這116位信徒代表是誰 你必須清清楚楚 讓大家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有可能不是延親標嗎 延親標 到底是不是還在他們的董監事 未來改選的名單裡面 我認為還是會是 我認為也是是 但是重點是 到底是誰倒出來 這件事情 這116位信徒代表 都是賈普在地的人 過去沒有人知道 這116個信徒代表是誰 而我相信這一次只要公告出來 讓大家都知道 這116個信徒代表 到底是投給延親標 要投給誰董監事 讓他們也要有所壓力 好 那看起來他們 竟然還要選立委嗎 我想從目前的判斷 應該仍然嚴家 並沒有放棄 在中二選區的經營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這個嚴寬恆跟嚴利敏的 服務處 已經悄悄的從正義街1號 正義路1號已經刷尾了 為什麼要刷尾 原本這麼一個歷史悠久 或是從他父親 一直奠基下來的一個服務處 把他移位置 我想我認為也是另外一個階段 他其實是要把過去做一個切割 另外再找了一個服務處 繼續來經營 好 我們非常謝謝志昌兄 跟我們連線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因為現在整個俄羅斯 正在把北方的部隊往南調 往東調 那烏克蘭也認為接下來會有一場大戰 這場大戰三雨欲來 這個是今天的新聞 說烏克蘭政府說 烏克蘭已經準備好 在未來兩到三個禮拜大戰一場 而且必須贏得勝利 才具有談判的這個優勢 那這個分析說烏克蘭的軍隊 勢必在烏東遭遇更多的挑戰 因為這個地方的地貌 是不利於遊擊戰的 反而方便俄軍使用重型武器進攻 也更容易進行補給 所以下個月的局勢演變 對烏克蘭非常的關鍵 那這個衛報的分析說 俄軍在頓巴斯的目標是要殲滅 四萬名烏國的聯軍行動部隊 四萬個 以阻止他們影響馬力波 還有哈爾克蘭等地的戰士 那俄軍可能會發動更大的空中火力 配合炮彈這個攻擊 加上戰士主要集中在鄉村 而不是城市 所以對烏軍是不利的 造成很大的壓力 那這個英國首相強森 在完全沒有智慧各方的情況下 那他悄悄的到烏克蘭去挺基輔 那這個事情的影響是什麼 來 我們再來看歐西亞 在赫槍時代的烏克蘭士兵戒戶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陪著外賓 漫步基輔街頭 仔細一看他接待的貴客 竟然是英國首相長三 很高興認識你 這是我們的優秀 幫助你 有一個很驚訝的總統 梓斯兰斯基 他做了一個很棒的工作 我們只是希望 繼續支持你 兩人不但肩並肩 走在基輔街頭 還和一旁的民眾質疑寒暄 強森事前對這次的訪屋行程保密到家 而是在會晤結束後 在推出上公布消息 但強森突訪基輔 不光是深遠烏克蘭 還強調要持續支援民主前線 強森不光親自燈門 更主導英國 持續提供烏克蘭1億英鎊 大約37億台幣的軍援 包含800枚N-LOVE反坦克飛彈 標槍飛彈 新冠可吸式防空飛彈 甚至敏感裝備 凹選防護裝甲車 也解禁提供烏克蘭 我希望你提供烏克蘭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在一星期的答案 我們會在一星期的答案 王強森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子萊恩 除了親自前往烏克蘭 視察波查產案的現況 更將烏克蘭加盟歐盟的問卷 親送給澤倫斯基 所謂包含奧地利總理內涵默 也突襲訪問基輔 越來越多歐美國家領袖 站出來力挺烏克蘭 也突然發動戰爭 殘殺烏克蘭民眾的腐敵 在國際社會上更加福利無援 我想請教廷衛兄 你看再來怎麼樣 這個大戰異常等於是說第二回合 也就是說第一回合 大概俄軍大概等於是慘敗 所以他轉進嘛 轉進到烏東 維護他本來既得的既得的利益 因為他本來就是掌控烏東這個地方 長期來這是八年當中 跟俄羅斯的軍隊還有民兵 在那邊繳獲 也就是說這烏東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克里米亞 這兩塊本來就是俄羅斯掌控 那這一次這個 折倫斯基他趁勝追擊 我就要拿回來 反正第一回合已經打勝了 所以你看到折倫斯基 他開始講話的時候 就說什麼 我希望飛機 我希望裝甲車 他目的就是要做一個大會戰的準備 那現在英國他幫上忙 還有澳洲也幫上忙 所以英國這個採犬 還有採爪這個這樣的一個裝甲車 他其實速度很快 他時速可以到達九十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這個高路上 其實是不會低速 低速行駛 是可以到達九十公里以上 而且他運兵很快 他裡面可以坐滿八個到十個左右的 這樣的一個阿兵哥 可以直接到前線去 把他的烏軍的部隊 從西方 然後把移到東方來 還有那個澳洲要提供給他的 Bushmaster的那一個裝甲車 也是一樣 九人坐的 所以上面都有 可以配備武器的 配備機槍的 所以顯然就是說 這一次的大會戰 雙方都在做準備 那俄羅斯這邊也在做準備 他換上了南部戰區的司令 當作總司令 然後這個是一個 有在敘利亞打過仗的 一個老將軍 所以他原則上調兵遣將 也是有經驗的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就長期以來 俄羅斯就盤踞在這個地方 應該對這個地方的地形 地貌地物 都非常了解 就是說雙方來講都有弱點 雙方來講都有他的強項 那這一次第二回合的 打戰下去來看的話 不單單可能只是要 動用到這個美國的一個資訊 資訊的相關的科技而已 其實還有後勤的包含 這個飛彈 還有相關的這些武器 要怎麼去運用在戰場上面 其實接下來 真的是有好戲可以看 好 這個 現在最新的狀況是這樣 這是國際戰爭研究所 那這個二軍已經全部都撤出了 到這裡都撤出了 剩下這裡 可是他現在轉進到這裡 這個是決戰的所謂的頓巴斯 在這裡決戰 那在這裡決戰 我想再請教一下廷文兄 什麼時候開始決戰 決戰可能要等雙方 大概都準備的差不多了 因為這幾天來講的話 時間上還不算是可以決戰的時間點 原則上 不過我看到這個 Johnson到了基辅之後 應該原則上東西 英國的東西 大概已經陸續續快到了 那還有當然澳洲的東西 澳洲他是用這個西腰管 運輸機 運輸到波蘭之後 再送到這個基辅 所以澳洲的東西也應該差不多到了 所以現在原則上就是要把這個烏軍運到這個烏東之後 然後集結之後再做這個大會戰 時間點可能在這一兩個禮拜以內 戰況會很慘烈 戰況應該會蠻慘烈 因為這事情一直拖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就是要分社會 要嘛就是你死 要嘛就是我活 要嘛你就退出這個烏克蘭 要嘛你就強佔烏東就讓給你 克里米亞就讓給你 最後一次來講的話 就是說有這個大會戰 短期來講 對烏克蘭 對俄羅斯來講 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死傷會很多人 這場戰爭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過大軍團的會戰 一開始都是俄羅斯攻打了烏東地區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再往基辅進攻 但是烏軍呢 感覺都是隱蔽戰 把他隱藏起來了 保存戰力 然後適時反攻 以寡擊中 要用這個精密的美方 或者是歐盟提出來的這個重要的軍事情報 進行精準打擊 用最小的成本達到最大的效果 但是到今天我只要大決定 就是兩邊正式要拉開 然後進行一場 可以說是這場戰爭 可能是唯一的一場 也可能是最後的一場 因為這場戰爭可能就要決勝負了 那我們看到俄羅斯 現在是連免疫的軍人 就不用當兵的 以前是當什麼國民兵的 也幫你強徵了 把那個退伍的軍人都徵招了 表示什麼 正規軍已經不行了 但是這些軍人 我不是想講 第一個年紀可能很大 第二個他疏於戰場經歷 因為戰場經驗不夠 他到了現場之後 我們看到要跟亞述營這種經歷過多次戰爭的 這種民兵來講 我覺得俄軍目前來講 他的這個戰鬥意志也好 戰鬥能力也好 後勤保障也好 是不到位的 所以而且我們知道烏克蘭有足場優勢 我以意代勞 我給你來 你是從外面進來 所以你的風險是比較大的 但我們看到現在 我們說德不孤必有靈 這個之前到過這個 這個到烏克蘭來訪問的 紀復訪問的是像波蘭 捷克還有斯洛維尼亞的總理 他們是屬於東歐的 可是我們看到當歐盟的理事主席 馮德萊恩來的時候 表示什麼 我代表的是整個歐洲 特別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英國的這個首相 這個強森 他代表的是什麼 西歐 而且我英國不在你歐洲大陸 還跟著一個英吉利海峽 我都來了 接下來德國總理 要不要來 接下來 德國表現很爛 對 再來法國的總統 要不要來 那再來就是拜登 拜登他之前只敢在烏克蘭 跟波蘭的邊界 不敢進去 美國會有壓力 因為如果說 連這個英國的強森去了 你拜登你作為這個 我們過去的同樣一個民族 同樣的民族 既然你不敢去 那不是美國太弱了 拜登如果去就大事 就大事了 但是我覺得壓力會越來越大 那你看到就是說 這個強森 他跟著著輪斯基在那個基輔的街上走路 遇到平民 直接 他展現 我們過去覺得英國比較高高在上 強森展現的是親民的一塊 跟民眾互動 那我覺得這個也會感染西方世界 所以我覺得整個大氛圍 已經是有利於烏克蘭 這個是說俄軍第五十九進衛坦克團的團長 貝斯帕羅夫上校已經陣亡了 老實說一個團長 坦克團的團長陣亡 就不得了的事情 那他是開打以來第九位暫時在烏克蘭的俄軍上校 這一位 那另外是歐盟的官員說受戰損跟運輸補給規劃問亂的影響 俄羅斯開戰到現在已經折損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 四分之一 不得了 他總共二十萬 二十萬四分之一的意思就是五萬 五萬就暫時大概兩萬 受傷了大概三萬 應該是這樣講 那很嚴重吧 是很嚴重 所以其實接下來 大概一般預估 可能在接下來的兩週到三週 在烏東會有一個大決戰 因為俄羅斯的部隊需要大概這麼長的時間來整補 那烏克蘭其實他原本的精銳部隊 就在烏東 這是烏克蘭的地利之變 但是呢 比較不利的地方 是因為烏東幾乎都是平原 所以他適合打那種大型的會戰 比如說像我們看過二戰 那種坦克大決戰 那這部分俄羅斯就武器上來講 他是佔優勢 可是一場戰爭 我們從前面第一回合戰爭看得出來 武器佔優勢你不一定一定贏 你的指揮官 你的情報 還有你的戰術運用 還有你的軍心士氣 這一點二軍事 我覺得他除了武器的數量跟質量 比烏克蘭佔優勢之外 其他就戰爭贏的要素 我不覺得俄羅斯有哪一點贏他 比如說像最近 我們知道烏克蘭有懸賞 說你來投誠 你俄羅斯來投誠 對不對 我給你獎金 你有沒有看過自己的戰爭 自己發動戰爭 要發獎金給自己的士兵 這表示這個部隊 這有點像傭兵 俄羅斯說給他們 你只要擊毀一架烏克蘭的直升機 可以拿二十萬盧布 二十萬盧布沒多少機 然後他有什麼定義機三十萬 坦克車五萬等等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軍人我們講軍人為什麼要從軍 他會因為榮譽 因為保衛國家 所以我有榮譽 怎麼會 你有沒有看過美國在打波灣戰爭的時候 或是打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跟美軍講 你擊毀一架阿富汗直升機 我給你多少美金的獎金 不會嘛 你有戰功回來 部隊 國家有國家的制度 比如給你勳章 給你升官等等 你倒要用獎金鼓勵自己的士兵 這代表什麼 這個部隊沒輸了 就他 他已經不知道 為什麼要打仗 那我只好用錢 用錢來引誘你 希望你為了賺錢 那來幫我賣命 問題是 俄羅斯的士兵 他要貼上帽 我打掉你烏克蘭一架直升機 拿二十萬盧布 我開財戰車去烏克蘭投城 我拿的錢比這個還多 過去我戰車曬過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目前看起來 就是說俄羅斯的軍心士氣 是非常低 而且再加上 他們現在全面增調 二零一二年以後退伍的 退伍的兵 這代表什麼 他的現役部隊人不夠 二零一二年退伍 可能年紀還不大 大概三十歲左右 問題是你沒有像 別忘了 在烏東的四萬 烏克蘭精銳部隊 已經打了八年仗 他們的戰鬥經驗 其實非常的 這個國家說起來 現在也沒錢 為什麼你知道 打一架武裝直升機 二十萬盧布 二十萬盧布 像代表多少你知道嗎 像代表六萬而已 對不對 對 差不多 你打這個國家 你應該說我打下一架 我給六萬美金 那這就拼拼打了 對不對 來 其實那個真的 鄭大哥講了一個重點 BBC去訪問了 就普丁的前首相的 前首席的經濟顧問 他就問那個經濟顧問說 到底這場戰爭要怎麼樣才能畫下句點 就那個經濟顧問說 就是全面停止從俄羅斯進口所有的能源跟天然氣 只要能做到這一點 他說一兩個月內 戰事就會畫下句點 可是你知道嗎 到目前為止 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雖然這些國家 包括英國 包括美國 然後其他一些國家說 我們今年開始慢慢減少 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天然氣 可是最大宗的德國 到今天他還在買他們天然氣 而且買的從以前仰賴是四十五趴左右 到目前為止大概還有二十五趴 所以我們的報導者 而且答應要給人家的武器還沒給 對 然後呢 而且他們今天最新談話 他說我們其實德國這邊也沒有什麼軍備相關庫存了 對 所以我覺得德國的態度非常有趣 他會現在情況是 那個我們報導者 記者去訪問德國的國會議員 三個黨非常重要 國會議員 就那個國會議員直接講了一句話 這場俄烏戰爭是我們德國買單的 因為我們德國一方面要跟俄羅斯買天然氣 俄羅斯就把這個天然氣 買了錢就拿去打仗 第二方面我們我們德國也要基於人道理由 我們要援助烏克蘭 所以不管是打了這一方 還是被打那一方 兩方其實都是我們德國在出錢 所以他們其實很不爽 就是說其實我們德國這個政策上 真的有一些問題 你知道他們內部有支持俄羅斯的遊行 對啊 就是讓人家覺得一個國家太民主的情況常有 有時候會有點怪怪 不知道 反正就是讓人家會覺得說德國現在確實是在整個歐盟的情況來講 他是立場相對來講最不堅定的 但是我覺得有個東西也要特別注意到就是拜登 拜登他今天要去那個就是用那個視訊會議的方式來訪印度的莫迪 其實為什麼要他訪莫迪 因為莫迪也是從二月二四號開始一直大筆大筆的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便宜的買 政權理事會的這個投票裡面 中國提就是反對印度是投下所謂的氣層票 所以在這個以美國角度來講 你中國也已經好像有點話不清楚 你印度我們四方會談 我們應該是盟友 但你印度到目前為止 從頭到尾都拒絕譴責俄羅斯 所以現在變成是這一些的國家的態度不堅定 其實是一個很大變數 戰爭的勝敗真的還有變數 因為你看說中國運了六架運二十運輸機現身到塞爾維亞 被懷疑他是要交付中程防空飛彈給俄國 換句話說是不是 蘇底下其實中國透過別的國家再嫁 等一下回來我們去討論 來先休息這段話 好 上海的疫情 今天竟然到兩萬六千零八十七例 他說風聲 但是越風 人越激 照理說封城是大家都不流動了 也應該不會感染了 可是感染數竟然 確診數竟然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數字是真的嗎 很多人沒有東西吃了 沒有東西吃啊 這個所以要逃跑 可是上海抓逃跑抓得非常的嚴格 來 我們來看飛行 破車一經過 防疫人員立刻舉起手上黑色箱子 站在車頭準備掃描 正式名稱叫什麼啊 生命探測儀呢 雷達生命探測儀 雷達生命探測儀 中國本土疫情升溫 其中又屬上海最為嚴重 當局實施嚴格封城令 但就怕有民眾藏在貨車裡 突破封鎖脫逃 官方竟直接在高速公路 用生命探測儀抓人 我們不想死在野外 我們需要回家 我們不會危害人類的好嗎 還有民眾原本要被送往方艙醫院 但早就額滿被拒收 一群人無處可去 受困公車上 四周貼滿膠帶 大媽無助嘶吼大喊 不想被活埋 那你們是犯罪啊你知道吧 吃飯了就解決不了 你不是犯罪嗎 更有民眾抱怨自己居家隔離 沒有蛋可吃 卻反被防疫人員嗆 無理取鬧 更說有人家裡連米都沒有 一語戳破 官方先前強調上海物資 供應無餘的謊言 一個人才是一個人 甚至還有人拍到好幾個紙箱 隨地而放外套包包 個人用品全丟在裡頭 直指這是上海市 寶山區的紙箱方艙醫院 批評地方防疫太隨便 拿紙箱就想隔離人 但寶山區政府 立刻跳出來澄清 其能目前以追溯謠言源頭 將依法對騷搖者就責 玩啦 把你叫啦 玩啦 玩 而在廣州則出現超市貨架 被搶購一扣 民眾排隊採買盲屯糧 儘管官方也以下令建造 方艙醫院 為身為疫情加嚴封控 但類似亂象 恐怕只會繼續層出不窮 這剛才大家拍片 有看到 現在在上海有用紙箱版的 方艙醫院的影片 每個人躺在地上的大紙箱裡面 這樣子紙箱裡面有什麼 有墊子 有睡袋跟棉被 還可以看見有人躺在裡面 說這是上海市寶山區的創新方艙醫院 那這是枕頭 這是枕頭 然後裡面就有毯子 然後你就躺進去 這個叫做這叫隔離 這看起來蠻可怕的 你如果再給他放幾朵紙蓮花下去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感覺 就是說我沒破壞 睡著就覺得破壞了 那我是覺得為什麼會弄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認為其實應該是相當嚴重 因為你知道那個空間是狹小的 所以顯然人數已經多到說 我就必須用紙盒子直接裝 甚至裝完如果萬一發生什麼狀況 搞不好就直接送火花也有可能 那目前這個情況 我覺得看到上海這個情況 包括今天連廣州都已經開始說 傳聞要封城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講 我覺得我追溯這個原因 其實全世界各國 你說確診數幾萬幾萬人 其實德國 美國 很多國家都這樣子 那為什麼上海特別嚴重 我覺得上海是不是 因為他們之前的科興疫苗 就主要不好 你沒有辦法去遏止那個重症 結果導致可能他們 那個確診重症比例太高 然後醫療量人失控 所以上海必須使出這樣的一個手段 那我覺得你看你中國 這樣的一個高壓的一個國家 現在他哪裡管你什麼高官來 我怕你 現在喊說不是什麼喊說 我們沒菜吃沒飯吃 現在有人直接已經喊說習近平下台 直接喊共產黨下台了 所以你看那個人民已經被逼到走上 這樣一個絕路 所以我覺得疫情不透明 真的實在相當可怕 不過相較於台灣 真的我們覺得我們真的很幸福 雖然我們目前的疫情感覺有點升溫 可是因為大家的第三劑施打率越來越高 那每天這個指揮中心公佈這樣的疫情 讓大家心安 所以相對真的是可以做一個明顯的比較 不過我們今天本土四百三十九 四百三十九一 境外一九一 我們連續幾天都是四百 三四百 連三天 連三天四百 那沒有封城對不對 沒有 上海封城 為什麼 為什麼到兩萬六 因為Omicron你根本沒辦法清零 沒有要你清零 可是照理說是大家都不准動 就表示不會再增加 中國就是因為他一直要追求清零 所以他搞錯了 他現在不是應該要用封城 他應該學習臺灣的方法 就是輕症的你就在家裡 自己隔離就好 然後中症跟重症到醫院治療 但是他追求的叫清零 所以他讓大家不要動 可是讓大家不要動 不代表這個病毒就不會傳播 因為可能那個傳播鏈早就比較 多少 你看上海這集 我注意到上海這集增加 那個數字很可怕 他一開始叫兩千多 四千多 一萬多 兩萬多 我很擔心明天到四萬多 他每天幾乎是一倍一倍在增加 所以這很可怕 你看臺灣是連續三天四百多 四百多聽起來很嚇人 但是我們不是從四百變八百 八百變一千六 我們都是連續三天維持在四百多 表示說疫情還是有控制 那今天上海問題 中國共產黨搞錯一件事 他以為上海跟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除了武漢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上一次我們看到中國 如此強硬的封城就是武漢 但是他忽略一件事情 上海跟武漢兩個城市 本質上差很多 第一個 他在經濟上的地位 兩個城市差太多 第二個武漢是一個內陸城市 上海是一個沿海大城市 上海住很多什麼人 住很多外國人 很多外國的企業媒體 都住在上海 所以你的消息 你是封不住的 你可以管你中國人 但你沒辦法去管外國人 特別是幾乎重要國家 在上海都有總領事館 那這些外交人 你怎麼去封住他的嘴 所以他的消息 不斷地傳出來之後 現在對於習近平來講 我覺得習近平 你顧不了上海的死活 最快 你兩千萬人 我都把你關起來 你現在只要確保一件事 你的疫情 不要擴散出來 因為我習近平八月 我要登基當皇帝 如果八月份 這個疫情擴散 你叫我怎麼當皇帝 至於上海兩千多萬人 對習近平來講 一點都不重要 來來 年華 我們再看一看 拜託一下 大家看一下 香港兩千六百四十四人染疫 今天 死了幾個人 九十七 死亡率很高 九十七個人 那我請問 香港之所以死亡率高 是因為他打第一劑打顆星 後來他就改打BNT 中國上海今天兩萬六 你覺得他都打顆星跟國藥 你覺得他死幾個人 可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死亡的 是 你知道嗎 他的死亡數字幾乎都維持在這裡 對 幾乎沒有動 你信嗎 怎麼可能相信 所以美國已經要把上海的領事館給關了 真的喔 然後把他的那個工作人員要撤回來 中國很生氣 我們防疫做這麼好 你怎麼不給我面子 現在不只喔 不只美國 我看其他國家都要撤了 對 你的政府沒信心 對你政府公佈的數字 大家懷疑嘛 都假的嘛 他們在那邊當地感受到的情況不是如此 我看到一個錄音 有個夫婦被警察敲門說 我們的疾控中心 就CDC 說你是陽性 這個夫婦很緊張拿出他們意願證明 我們是陰性 陰性證明 他說不管 上面說你是陽就陽 對不起 他不是講上面 他說黨說你陽性就陽 對 然後要送方昌 這兩個這兩個夫婦聲勢力竭說 我沒有病耶 我是陰性 送去那個方昌 我就變陽性了 我死了怎麼辦 警察說 你們再去跟CDC投訴啊 投訴 我都已經都變火化聯 我去哪裡投訴 跟爺王爺投訴嗎 然後他不管 你現在就跟我把東西交出來 你就給我出來 完全是蠻橫的作法 然後那個這個夫婦怎麼說 你那我快篩一下 我快篩 如果我是陽性 我立刻跟你走 醫生說沒什麼好談的 上海是全中國最有錢的地方 公務員的數值最好 你不能夠打電話給疾控中心去確定 他那個證明是不是真的嗎 沒有 我連證明都不想證明 他還說你那個醫院是假的 假的證明 就叫他出來 你你連個快篩機都沒有 篩一下十分鐘 就還人家一個清白 他就本來是沒病的 變成有病 我必須要講 在武漢的時候 有多少人是本來沒病的 被送到方艙 被送到火神山 後來變成有病 後來死在裡面 後來被火化 武漢他可以完全封鎖 上海他沒辦法 那我們看到就是上海這個亂象 我覺得習近平現在是破罐子破摔 破出去了 他上海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多大 他不管 他為了政治 他為了要展現出我的自助自信 他管你上海情況如何 所以我覺得上海人真的很可憐 好 我剛剛給大家看了 就是說香港確診就兩千六百 就死了接近一百個人 那上海兩萬六千個人 照理說是十倍 對不對 會死亡差不多一千個人左右 可是我看那個死亡數字沒有變 可是你看看上海 東海的老年護理醫院 是全市最大的老人護理中心 他說因為疫情緣故 院內感染的消息紛紛傳開了 家屬透露 目前幾個人確診 幾個人死了 他們都無法得知 根據美聯社 德國之聲的報導 說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 不姓離世了 身邊沒有醫務人員 也沒有家屬 後來才得知 他的家屬不斷地打電話 過去詢問 卻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然後說裡面 志工說裡面堆積垃圾張的 跟牛棚一樣 根本不像這個醫院 然後說護理師說 目前醫院內至少 有一百個確診者 也看見了因為確診 而死亡的屍體擺在那裡 有幾個呢 不是沒有人死 光這裡就幾個了 是 我覺得他們那種 他死掉 他搞不好會說 他被病毒傳開 他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他不是因為Omicron 他不是因為武漢肺炎病毒而死掉的 我覺得他們現在就開始 反正不管任何方式 就是要把這個全部都清理在家 剛剛其實我們有放到一個影片 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看起來 肌肉練得很好的 一個上海男生 他就是說什麼 他說他從外面 他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食物 他叫那種小區的 趕快幫他 就是那種外送的 幫他送菜來 結果他們那個區裡面的 那種管理人員 就直接就是說 就隔一個門 你就是不准出來 這個東西 我就是把你帶走 然後訂菜的人就說 我都已經快要沒 你看就是這一個 你看這男生 他直接跟他吵起來 他說你把我訂的東西拿走 那我到底要吃什麼 我們真的沒有食物了 他說那我不管 他說那我們沒食物吃 你不管 然後他就講說 因為這管理也沒有食物 不是我的責任 我管理是你不能出來 對 所以現在他們後來講到後來 他就講到說 我看我們東西是被你們給A了吧 所以你就知道香港這一次的一個封城會死多少人 剛提到的老人院裡面這些人可能因為交叉感染會確診會死亡 還有多少是在家裡的老人 他獨居老人 他有辦法像這些青壯的年輕人在那邊跟你一直用快用那個下網站去買東西嗎 不可能 那沒有食物怎麼辦 所以有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人道的危機 另外一個剛剛鄭大哥問說 那為什麼你們都已經都會封城到這麼久 你還是那個確診人數不斷停 你知道他從三月二十八呼封到現在 對 從半個月了 對 我覺得其實現在有組的 比如說剛剛那個范老師有講到 就是那對夫妻 人家明明是陰性 那你為什麼說他陽性呢 你為什麼要把他帶走呢 其實現在香港 上海有一個 那個所謂的一個陰謀論出來 他說所有的一切都是習近平為了 圓他自己的皇帝大夢 他必須要在這個時間點把所有 因為我們也知道上海是就江派 把這個江派的情況給穩定起來 以防疫之謎 讓這些政敵沒有機會 在那邊做一些動作 然後可能會危機到他登機 以防疫之謎 讓這些政敵沒有機會 在那邊做一些動作 然後可能會危機到他登機 所以說其實所有的這個 我們看起來像是防疫 但以習近平來講 也許是以防疫的手段 但事實上是進行一個政敵清掃 或是政敵一個防控的手段 不然你防疫就防疫 你幹嘛把武警叫來 你幹嘛把民兵叫來呢 今天我們本土多少 四三九 四三九 境外多少 一九一 好 我們來看一下廣州 廣州今天十八個人確診九個無症狀感染 廣州宣布市民 今天開始市民會必要不准離開廣州 十八個人確診要搞成這樣嗎 對 所以那個數字就有問題啊 所以現在他們的資訊就是不透明 所以大家會怕啊 十八可能後面加兩個零 你知道他說廣州現在又開始恐慌開始搶東西了 廣州到底多嚴重啊 我認為以這個共產黨他們那個神奇的數字 搞不好後面少兩個零三個零 所以他們是不小心點了個小數點在中間 這個也是為什麼每次只要一發現風吹草動 整個上海或廣州一定都不信任政府 因為他們知道說共產黨造假很恐怖嘛 所以乾脆趕快先囤糧 先自己先預作準備才趕快 否則的話你到時候萬一真的爆發什麼事情 門被封了 甚至門板幫你盯住了 你要怎麼辦 廣州 你可能有多嚴重 這個北上廣的狀況可能真的不好了 那現在當然中國大陸 他官方在造假 民間也在造假 事實上說真的 你說有一些民眾來講 他都用別人身分證去租房子 或者是用怎麼樣 其實是司空見怪 在中國大陸其實見怪不怪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就是說問題是說上海這些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來 二零二零年武漢肺炎爆發之後 結果上海不應該 應該是要有準備才對 應該到時候就應該面對這個問題 當時這個上海市市長 應勇還這樣子被派到湖北 擔任審委署記 那李強還留在這個上海 那問題是說 李強難道沒有意識到說 這些事情以後會波及到上海嗎 問題那這兩年在幹嘛 那兩年東西在幹嘛 都沒有在做任何的一個動作嗎 所以這個治理方面 上海市政府就有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現在因為擴散外溢 外溢效果你看現在昆山 台商全部停工 都停工 然後還有你看蘇州 還有這個甚至到南京 然後往北江蘇往南浙江全部都